Mani Benwayo 大家在修法中的用心,这个用心很重要,一定要懂得用心。 什么叫用心?我们很多人到目前为止,还找不到一个道门。 是不是要怎么修法,怎么用心?我们要了解,这个用心是非常重要的。 佛法来说没有分显秘,没有什么显教秘教,也没有什么大圣小圣,什么秘圣,什么都没有。 那为什么有人这么说呢?那是不懂的人说的。 那是佛学在封门别立,在研究佛学,跟学佛是两码之四。 佛学你可以分中分泰。你要学佛的话,哪来这个东西啊? 你说我们现在这样子修,到底是什么?是显教还密教?是小圣还大圣? 大家知道吗?我们现在这样修啊,我们到底是密教道场,还是显教道场? 我跟各位讲,大家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佛法本身没有分这个道理,那是后来能分的。 佛学也没有分过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念,欧玛一辈妙,你知道是显教还是密教?是大圣还小圣? 念一句,南无观世音菩萨,是大圣还小圣?佛法的分法是在什么?你修法的人的用心啊。 你在念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,或者念欧玛一辈妙,你念的时候,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,事业发达。 那这个什么?小圣。是不是呢?为自己这个小圣? 今天你是为众生而念欧玛一辈妙,或者为众生念南无观世音菩萨,希望大家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,众生都离不得乐。那这个呢?大圣。 你能够在念欧玛一辈妙的时候,能够观想,四倍观音,在你的头顶的前方,一朵高,加弧坐,坐在八半莲花。 前面两只手合掌,中间有摩尼宝珠,右手是一百零八颗的水晶念珠,左手是一枝莲花。 这样子的一枝,四倍观音,在你的头顶上面的前方,一朵高。这样子观想,四倍观音欧玛一辈妙,欧玛一辈妙,欧玛一辈妙。 心里观想,这方面,所接应,所合掌的什么?能够这样子,那就是什么?就是妮教。 你不懂得这样子,这样子观想就是欧玛一辈妙,欧玛一辈妙,欧玛一辈妙。 意思里面是妮做,但是呢,并没有这样子观想,结应,欧玛一辈妙。 为什么?妮教就是身口意,三妮,仅仅相连,叫做妮教。 身口意,身就是手接应,口念咒语。 意呢,观想,隐秘的在一起,不要有空气。 这样是三口意,很清净专注的词诵。 那这个就是妮教。 你为众生而念,那不只是妮教,还是什么?还是大圣妇教。 为众生而念。观想自己变成四倍观音,就是你的前面的上方四倍观音。 观想的寥寥分明以后,从你的顶纶进入,你也变成四倍观音。 你变成四倍观音以后,你观想所有众生都变成四倍观音。 诶,这个作者变成什么?大圣妇教了。 而且是什么样?是密圣,真正的密圣,金刚圣。 假如你只是为自己而念,那就是小圣,就称不上金刚圣。 你能够为众生而念,希望众生能变四倍观音。 那么你以四倍观音跟众生无而无别,这样就能够跟四倍观音能够相命, 就能够得到四倍观音的加持、色色。 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意料。 这个就是什么?金刚圣。 你只是为自己得好处,那么那就是小圣。 所以大家要了解,佛法这个法来说啊, 法是没有分别解密,也没有大圣小圣之分的。 佛法本身哪有这个分别啊?真正的分别是什么? 在于学佛的人的用心啊。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大家,用心要什么样?要利益众生,利益众生。 我是一句话把它打死。 一句话就讲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地方, 用最普通的话来说。 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体会。 所以大家可以看,你学佛修法,你有没有为众生念? 就是看你的脸。 看你的脸就知道。 你的脸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? 为众生,那些悲心要显露啊。 是不是?为众生念有为众生念的脸。 为自己念啊,有为自己念的那个脸。 所以你的脸呢,就可以选出是大胜的脸还是小胜的脸。 是不是? 所以这个要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咯。 你也不用来问我,说,佛修,你看我的脸是大胜还是小胜。 我知道我不会跟你讲。 为什么?自己要有决心。 你是为众生念爱,为自己念,问你自己最清楚。 这个不用问我。 问我,我不会讲。 但是我看,我知道。 所以,在家里面修法,或者在道场共修。 大家这个心,是要发出来发出来。 什么叫发心? 经常我在说,各位要观想你是坐在法界的中央。 为实行法界的中央。 一定要做如是的观想。 做如是的发君。 你这样的发心的话,你念着观世音菩萨, 也都是金刚圣。 也都是大圣。 也都是菩萨圣。 另一种份。 否则的话,那就是怎么样? 就是为自己在那边修的法。 你修到最后的时候,脸越修越尖。 这个是不能够成就的。 绝对不能成就。 你要祝你的阴心在主。 你必须要先祝外面的众生。 有如是的发心。 那么你的阴心在主才会得主。 假如你是一直为了自己的身体好, 事业心部,建筑合作,整天这样子发心念的话。 拼命念拼命念。 越念越不行。 坦白说,为自己而修而念的。 这样的修法绝对是不如法,也绝对不会成就。 千万记得。 所以发心一定要正确。 一直想发心发心。 有时候这个就跟命就有关系了。 人的命啊,有时候就细在这一念当中。 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。 你心要真的发出来。 你不发出来,那个脸像就不改啊。 像有心生啊。 像是真的这个心在那边转的啊。 你要一直念,一直是那副脸的话。 完蛋。 这个修到百分时间到最后你会转啊。 会怎么样?退道心啊。 只要越上越来你就退了。 很容易被打败了。 今天你在发心身为了众生,利益众生的战略的话。 再大的打击啊都不会败了。 都可以继续地这样子恒常心地去修行。 反正利益众生啊。 我自己就不要去管它。 你自己不管它的话。 你自己呢。 怎么修行,遇到什么样的磨难。 你都可以克服。 否则的话,你是为了自己。 你会觉得我这样修,修个老半天怎么还这么倒霉。 好,就完了。 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啊。 你就知道对方这个修法是什么? 为自己在修的。 为自己修,不但得不到好处。 反而呢,那个磨难啊。 更大。 越上越前越的时候,马上就退道心了。 听不及考验了。 所以千万要小心。 我们在学佛修法的过程当中啊, 磨考是很多。 但是呢,就在你的用心对不对, 用心对的时候你就不怕磨考。 用心不对,磨考一来就完蛋。 就会退掉这个道路。 这点非常重要。 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公墓的地方在修法的时候, 你的心里要定下来。 要观想这些众生呢,都非常的痛苦,非常的需要我们的学华。 自己心里要能够定得下来。 以同理心来利益上的, 发持这些异常的。 但是修音共法念在那个众志的时候, 要观想我们自己本身的色身啊, 脆微微臣,供养给众生。 这个念这个众志的时候, 这是一个什么?一个最简单的师身法。 这个师身法是在密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法。 一般是要灌顶。 而且有那个法本,很厚的那个法本。 有那个叫做古萨里师身法。 那个要灌顶。 但是你说要灌这个顶,灌那个顶太多顶了。 我们现在呢,就是说把它一简化。 我可以用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告诉大家。 因为一切为心所造。 你说修那个师身法,那个照那个法本念, 也无非就是要布施我们的色身出去,这样而已。 无非是如此。 你这个能够布施出去的话,就代表你的一个布施心来说是足了。 因为最难布施的就是色身。 听人说大家,布施金钱,大家也可以布施。 那布施什么都可以。 但是布施色身的话很难。 过去伯头舍身未,那个很困难。 所以我们经常要每天进行修法的时候, 发心,把自己的色身布施世界。 念政治的时候。 自然俱如五妙一。 那个时候就把我们的色身观想,脆微为整。 供养到十方法之后。 这个有一个好处。 你每一次修音共法都能布施你的色身了。 那么你的病苦自然会没有,会相似。 你的色身都布施出去以后,哪来什么病啊? 不可能的。 这些续境啊,约经在主啊,都无所附着。 好像树没有了以后,这个尘就攀不上。 我们怎么要说,观想色身没有呢? 明明就有容量没有呢? 失身,布施出去。 脆微为整。 漂亮,这样的感觉。 就是把色身感跟这个香一起化为五妙一共养的东西。 假如说你全身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观想。 你也可以局部的。 比如说你某一部分不好,你就把它布施出去。 换一个什么?新的栏也行啊。 但是原则上能够说,观想全身都出去,那是最圆满的。 就是观想,色身脆微为整。 供养到四方法界。 你能够做这样的修业,你每天训练,修行修行,修行,越修就越行。 你会觉得会不懂。 我们绝对不要说修得到最后还是个凡夫处子。 一点气质改变都没有。 我们里面很多人是这样,要教主。 因共是坐,坐以至念啊。但是呢,没有准。 我就很担心,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时候。 当灭障一陷前啊,就退道心了。 就离开这个道场。 我不是说怕离开这个道场,道场连人啊。 不是这样。 我是怕你离开了以后啊。 就怎么样,永绝不复啊。万劫难复啊。 因为现在末法实在。 你离开这边以后,到别的道场,哪里还能学这些法呢? 那就可惜了。 所以,我一再的就是在强调这些事情。 其实各位也要把它融会贯通。 真的要融会贯通。要想,要思维,闻思修。 就是说,我怎么用心,现在大家都会念贝了。 这个坐以也念了下下轿。 坐以念是一个声音,下下轿轿归下下轿。 好像禅在轿,也是下下轿。 这样好大声。 但是你要想到那个心是什么呢? 心坐如何观角?请问。 心坐如何观角? 我们每一场这个焉供这样坐下来,你的心在哪里? 你怎么样去观想?你怎么样去持这个坐? 你怎么修这个焉供? 我们既然说,焉供的传承,我们就要跟人家不一样。 别的道场怎么样,我们不管。 人家是模仿,是干什么,我们都不要去管它。 我们只管我们自己。 学佛是管自己,不是叫我们去管别人。 把我们自己给管好。 我们在焉供法上,我们要成就。 这辈子我们要从焉供法里面获得成就。 这个很重要。 所以一再谈这个心法,谈这个用心。 十个人念,十个不同。 神就不同。 为什么不同? 念的都一样。 为什么念到最后不同呢? 一样念五年十年。 结果不同。 为什么不同呢? 比如说烧的香也一样多。 每天烧的次数也一样多。 念的法也一样多。 该几遍就几遍。 念了五年十年后。 不一样。 为什么不一样? 差别在那里。 就在那个心嘛。 是不是? 所以千差万别都在那个心上去作用。 所以现在大家的修法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。 在心这个部分要加强。 因为有例子可以看哦。 有例子看得到。 就能够心。 活深深的,也很长酷的, 意象进行的时候, 用心一不对了, 你命更没了。 真的要小心。 所以我们在修法学活的时候 这个心一定要用对。 你最要用对,用对。 这个心绝对不要弄错了, 弄错了以后就麻烦。 中文字幕——YK